哈喽各位春天到了哦 现在又是花季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 小清新花季桃色妆容 每次化妆步骤开始呢 都会先用这个我非常爱用的 天然水面膜 这样子皮肤呢 才能维持水润 跟保湿一整天 接下来呢我会用这个 超级无敌保湿 而且非常非常亮的 打底霜 因为接下来我会用的粉底呢 就是比较低光泽感 所以呢我会先用这个比较亮的打底霜 接下来我的妆感呢 才会比较有那种 光泽感透出的感觉 接下来呢我用的是 Dior Prestige的BB Cushion 我都会先沾额头下巴 还有两颊 然后再慢慢晕开 如果说有什么不均匀的地方 会再补 所以先确保那个妆容呢 是很平均薄透的 接下来还是我往常都会用的 Fit Me Concealer 就做正常的那些遮瑕 遮掉那些 那种瑕疵 接下来用的是这个 Can Make的02号腮红 用中间偏浅的粉色刷在脸颊 还是用自己的化妆少好了 比较好用 然后呢再用白色 打在眼下打光的地方 然后最后呢再用深粉红色 打在眼角的尾端那里 接下来呢我会先上修容还有打亮 对眼妆留到最后 这个修容颜色呢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它很自然 也不会偏灰掉也不会偏暖掉 就很适合我肌肤的颜色 我最近比较喜欢用浅精细的打亮 因为用了感觉皮肤会有比较健康的气色 然后照产要去插护层 眉毛就照旧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填补缝隙而已 这次用的依然是TOOFACE的这一个Pitch Palette 是用肤色在眼窝打底 让眼窝看起来整体是干净的 过后呢再用比较偏粉色的打底色 在眼尾打底 用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个桃色呢 在眼尾晕染 然后带到眼头 中间的位置尽量保留 就是不要去插倒 然后眼尾跟眼头呢 就是在眼折处这样子衔接起来 然后再用偏白打底色 在瞳孔上方那一边叠擦 打底之后再用镀光色在同一个地方叠擦 然后暈染到旁边 然后再用铅笔刷沾用那个砖红色 在眼睛的最尾端还有眼头的最前端 再做一次剪成 然后再用松掃去晕开 接下来斜角刷点 右上角的那个深可色 再画一个眼尾的眼线 接着拉到下眼瞼 定妆喷雾一定要在上睫毛膏之前喷 接下来就到夹睫毛了 对单眼妆女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前后差别很大 我现在会用偏肤色的珠光眼影上在眼头 这样眼睛呢也会看起来干净 又很有精神 接下来用Pore Angel的这个睫毛膏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除了可以hold住卷翘 然后不晕染之外 它呢非常的干爽 就是你上睫毛膏之后 你可以无限的再用睫毛夹去调整你的睫毛的卷度 就这样子简单在眼尾描绘非常自然的线条 然后呢眼头也不要忘记 就是轻轻的点一点很自然自然的眼线 眼睛是不是不小心看起来又圆又大了呢 这个步骤就是用我最近很爱用的YSL蜜唇露 我用的是12号的这个颜色 它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一个裸色 所以这次的妆容就完成咯 非常的干净简单 而且很有精神 这个妆容很适合日常啊 上班或者是去约会的时候也可以用的 最重要它是非常配合春天的气息哦 这次妆容 也是非常感企与的 所以我们能够照顾一下 这次妆容 全面的颜色 我可以看到的 这次妆容 就是把这些衣服